香港及來自海外的法輪功學員 一早聚集在中環愛庭堡廣場 在2019年新年的第一天 滿懷喜悅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表達誠摯的敬意和感恩 並恭祝李洪志大師新年快樂 現場還有天國樂團及邀鼓隊表演 並合唱多首大法弟子歌曲 上午新年祝賀集會結束後 600多名法輪功學員下午20半 從深水部豐樹街遊樂場出發 在天國樂團的領頭下 沿著迷敦道 途經許多大陸遊客的購物熱點 傳遞法輪大法的美好 許多來港過新年的大陸遊客 紛紛拿出手機拍下遊行的場面 以前沒有第一次來 是很興趣的 真好 那真善人 你覺得真善人 做好人 你覺得怎麼樣呢 很好啊 做好人 做善人吧 香港 我覺得這邊言論比較自由 覺得好 很神奇 我無法描述這種感覺 我覺得香港很自由 對 比起大陸來要自由一些 因為多數就受獎 獎求的是一個民主 然後有自己的發言權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印象怎麼樣啊 覺得好驚訝喔 可以這樣遊行 他們隊伍怎麼樣啊 都可以啊 挺好的 都挺可以的啊 但是還有警犯支持啊 我覺得 想問一下那個法輪功真正的 法輪功它是沒問題的啊 好啊 那通過你這一刻的時候 我能真正認識到這個法輪功的 那個真正的意義啊 因為你只要參與這個中共的話 那它這個協力都會附在身上 對自己是不好的 哦 這樣啊 對 所以他們一看 他們會有叫人家推出黨團隊啊 那像全球已經有三億多人推出的黨團隊了 那我幫你請一個畫面 你推出上線隊好嗎 謝謝啊 好好 法輪功的遊行啊 我在那邊 大陸那邊沒看過 香港呢 香港 我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第一次看到啊 那你挺幸運的哦 今天新年耶 對對對 那你以前有沒有看過像這樣的遊行啊 看過 看過啊 那你覺得影響怎麼樣 還好吧 還好啊 四個風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游行隊伍傍晚抵達終點尖殺嘴碼頭 結束一天的活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